好 我们继续看啊 第三点啊 我们叫Soface View 这个Soface是不是有一个什么类似的平板那个什么东西 微软推出过一款这个平板电脑 取名字叫Soface 所以它这个单词的意思是什么呀 就是表示一个屏幕的意思 对吧 表示一个屏幕 那这个Soface View这个呢 也是一个视图啊 那它在我们安卓里面 它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这个定义啊 Soface View 它是一个视图 它是继承View的一个子类 也说它也是这个View 也是一个View 但这个视图里面呢 内嵌了一个专门用于绘制的Soface 你怎么理解这个Soface 你肯定会问Soface是什么东西 对吧 那在这儿呢 你就可以理解为它就代表的是一个窗口 代表 代表一个窗窗体 画板的感觉 对 也可以这么理解啊 就是一块独立的一块这个窗口 因为我们现在说 把一个View显示到这个屏幕上 你就把这个又画 又直接画到屏幕上 是吧 我们说屏幕只有一个 那就是Activity 是吧 就是我们的这个Activity 那这个呢 这个是Soface View 它有一个独立的一个窗口 表示 明白了吗 就是在屏幕上它单独有一块地方是处于它的 那么这个呢 是可以控制这个格式和尺寸 用来Soface View 控制这个Soface的绘制位置 Soface 你就把它当作窗口的意思了 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跟View的特点不一样 不一样 它可以直接从内存或这个叫DMA等硬件 这是指的是一个硬件的意思 就是我们的这个显示的硬件 直接取得图像数据 直接取得 比如说它跟这个底层 我们这个显示 底层的这个显示数据 挂钩了 直接就挂钩上了 挂钩上 所以说呢 它显示这个 我们说 用于显示的时候呢 它的速度会比这个View会更快 会更快 这是我们说非常重要的一个绘制容器 因为我们说呢 我们先给大家普及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把所有东西要想显示的时候 是不是把东西都放到那个主线层里面 就是Activity上 然后在Activity帮助我们去显示 是吧 那么一个Activity里面它是不是就有一个 绑定那个屏幕的那个窗口 对 对吧 旁边屏幕的窗口 那你所有东西要往上去显示 那是由谁负责显示呢 由这个Activity来负责显示 因为Side Content View 是吧 由它来负责显示 那么实际上Activity的任务 它不仅要显示很多东西 它还有自己的一些业务逻辑什么 对不对 所以它在处理这个显示的时候呢 它就有点这个 怎么说呢 如果你显示东西太频繁的话 比如说你说 什么情况下会比较频繁 什么情况下会比较频繁 玩游戏的时候 因为游戏那个画面 不断的在动 几乎一直在刷新的感觉 对 几乎一直在动 一直在刷新 你看我们写这个应用的话呢 可能刷新的这个概率会小很多 你看你在玩一个 比如说你上京东 或者上这个天猫 你看它的界面基本上都是 不怎么变 就是那样一个 所以你点一下它就变一下 对不对 所以它的刷新率呢 还比游戏来说它是要低很多了 游戏是不断的要进行刷新的 对吧 所以你要靠UI线程去 不仅要完成你这个业务逻辑功能 还要去包括这个刷新显示 所以说它的压力会很大 压力会很大 对吧 会反应过来 所以你会感觉电话会卡 对吧 会卡 所以说就产生了这个stoffage view 来出现了 那么它出现以后 它有什么好处呢 传统的view 派生类的更新 只能在UI线程 你看我们写一个view myview是吧 写个myview 那就我们就把这个myview 放到哪里去啊 把这个myview 放到这个side contentview里面 放在主线程里面来去更新是吧 然后主线程还处理其他交互的逻辑 就无法保证view更新的速度和这个帧率 帧率就会 就会变得 降低 降低是吧 就会卡 就会卡 降低就会卡这个意思 而这个softview呢 可以用独立的线程来控制绘制 独立的线程来进行单独进行控制 控制显示 因此呢 可以提高更高的这个帧率 一个是它帧率提高了 还有一个是它这个 自己有一个 有一块独立的视图 它就跟那个已经分开了 自己有一块独立的视图 它把它内容显示 它自己的这个视图上 这个视图呢 只不过是一个大视图上的一个部 一部分 就跟电脑上那个什么独立显卡 有点像有点是像一个这样一个一个概念 对 那么比如说游戏 摄像头取景等 就比较适合这个softview了 因为这些都是动的 动的比较频繁的 是吧 你看写入到soft的内容 可以被直接复制到显存 从而显示出来 这使得显示的速度呢 会非常快 非常快 所以呢 我们经常用这个 经常有一个叫法 叫什么叫双缓存 是吧 叫双缓存机 这就是指的 就啊 经常把它叫双缓存嘛 就指的就是他 啊 实在是他 就是他把他的生机显示在他窗口上 再把整理窗口再绑定那个主窗口 啊 这样的一方式来显示 好 那么既然它有这么大的一个优势 是吧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他究竟怎么去用 是不是 对 怎么去用 特别是做一个安卓里面简单的一些游戏的时候呢 可能就用它用的比较多 啊 Surface View 你来显示 特别是我们说 当然游戏我们这个课程里面不涉及哈 如果你想学游戏 我们有Core 2D的那个课程 这整个课程就开玩的一个游戏了 对 然后这个如果是你要做一些比较显示视频 这是我们在应用的应用应用里面 可能经常会用到的 我们后面会有一家的一个示例啊 教大家怎么用Surface View来显示这个视频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来去实现这个Surface View 首先呢 我们要写一个类 继承Surface View 它同时也是自定义吧 并且实现一个Surface Holder的一个callback接口 callback接口 为什么实现callback接口呢 我们来看啊 打开 我们还是新建一个 类 是吧 然后呢 叫做 嗯 my my 叫什么 嗯 哟 叫my surface 是这样吧 嗯 view 叫mysurface view 然后呢 我们来继承 叫 哎呦 surface view 是吧 啊 suffice view 是这样的 然后呢 同时我们要去实现 实现 这个里边的一个 叫什么 surface su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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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der 里边的一个叫 callback 对吧 嗯 一个callback 会回掉 一点接口 我们实现 啊 它里面有三个方法 你看啊 suffice create suffice change suffice distort 也就是这个屏幕被创建的时候 还有屏幕变化的时候 跟屏幕被 就关掉的时候 关掉的时候 是吧 销毁的时候 啊 这三个状态 你怎么来处理 是不是 嗯 怎么来进行处理 好 那么这边还有 就是我们的这个 构造方法 对吧 构造方法 因为它是继承view的 我们看到它的这个代码里面 你看 它继承的是这个view 这个view 继承了textview 是吧 对 那么textview呢 继承了view 哎呀 这么多层 那么 依次 依次这个这个 继承过来 所以说它依然还是一个view 是吧 还是一个view OK 那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得到以后 这样创建完了以后 我们怎么去画东西呢 这个画东西就不是用那个 Jaw去画了 因为它有自己独立的一个屏幕 是吧 我们看到 我们要需要用一个suffice holder 这个专门用来控制这个 画布的这个创建啊 这个销毁啊 改变啊 这些东西 对吧 用它来进行控制啊 我们需要有一个 控制这个屏幕的一个对象 叫这个对象叫 suffice holder 我们就叫holder 好吧 叫holder 在这 然后这个holder怎么来呢 holder 你看 我就是等于 对你继承了这个 suffice view以后 你就可以通过get holder 去得到这个控制对象 屏幕的控制对象 所以你就把suffice 就当作也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屏幕 OK 独立的一块 一块屏幕 那么它画的时候 就画它在它自己的屏幕上 画它自己 就跟主线层的屏幕 就不相关 所以说它能提高效率 就这一点 是吧 提高这个效率 好 那我们拿到这个holder以后 你看一下 还要给它添加 这个回调接口 是吧 get add callback 就是这个回调接口 为什么写这一次呢 以为咱们这已经实现了 实现 是吧 已经实现它了 好 那么这个就是suffice create 就是这个屏幕一显示 一创建 就掉回调这个是吧 对 发生变化和销毁的时候 分别三个这个 这个 我们说的事件回调方法 事件回调方法 那咱们这个例子里面呢 是一个 简单的一个 创建一个县程 就这个县程的用来单独 我们说 跟这个 跟那个views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用独立的县程 来进行一个绘制 是吧 而不需要依赖于这个UI县程 是吧 不需要依赖于UI县程 所以我们可以独立的 创建一个 我们的这个my slade 是吧 myslade 把这个holder呢 给它传进去 对吧 给它传进去 OK 好 然后呢 主要的工作是在哪 是在这个县程中进行操作 是吧 进行操作 好 这个县程怎么操作的 我们看一下啊 这是一个内部县程 那么在这个县程里面 通过holder呢 你就可以去锁定一个画布 锁定一个画布 然后通过这个画布呢 那你就可以创建东西 然后画东西是一样的 好吧 OK 那么大概就是这样的 那我们就需要在这写啊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内部类吧 好吧 叫my slide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来 这个 实现 叫 runnerable 对不对 是的 实现这个runnerable 然后呢 run方法 是吧 run方法 那么这个myslide呢 我们就在哪里啊 在这儿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定义 可以吧 定义一下 这叫 slide 好 定义一下 然后这个slide呢 里面我们 做什么事情 我们需要有一个构造方法 对吧 myslide 为什么要构造方法呢 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 souface holder 传进来 对不对 souface holder啊 这个传进来 传进来 因为画东西主要是用它啊 主要是用这个 这个对象来来来处理 所以呢 favit 然后这边是 souface holder holder 这边 holder 等于什么 hold 这是thisholder 是吧 OK 就把这holder给传进来 然后这边 我们就需要有一个 这个参数 为了在外面进行控制 所以呢 我就定义成 这个 这个 公有的 公有的 好 那么我们在这儿呢 一字run 等于 处 这个先不复识 好吧 这是一字run 什么意思呢 就表示这个 现成 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 就是它的状态 是什么 现在是 处就表示 正在运行状态 是吧 运行状态意思 好 我们用一个 while 条件 run 是吧 while条件run 那么在这儿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绘制了 在这儿进行绘制了 怎么进行绘制了 怎么进行绘制呢 那首先 我们得先 这个做一个 这个同步 为什么要同步呢 里面是多线程 进行处理 对吧 对多线程进行处理的时候 我们用这个叫 synchronize 把这个holder synchronize holder 这是用同步画 然后通过holder 去 lock converse 什么意思 锁定一个画布 并且呢 返回这个画布 为什么要锁定 你想想 就像 就像你画画一样 我现在我要在这个地方画画了 你们不能动 不定 对 你们不能动 这块现在我要画 我要画的东西 你们不能来 随便来在这儿画了 就这块区域是我的 我的地盘 我的地盘 对吧 我做主 对吧 就这个意思 我先把它这块地方先锁住 就等下画完了以后 我再显示出来 对吧 让大家一起用 就是说独占的一种方式 好 锁完这个画布以后呢 那你看到啊 我们就通过它 你可以另一个这个 比如说paint 是吧 另一个paint 那paint里面呢 当然你可以设置相应的这个 site一个 比如说color的嘛 你要什么颜色 比如说 我要这个red 红色 设置为红色 是吧 那么这个site一下 这是锯齿是吧 我们也把它去一下 嗯 然后如果你需要画一个什么东西 画一个矩形的话啊 我就随便画了啊 这个叫 joel joel 是不是letter letter joel letter 那我就画一个比较10 10 那就别挨在边上 挨边了 你再看看不见是吧 对 然后哎 它是时心的还是空心的 我们要设置一下 对吧 设置一下它的这个什么 时心的 这个 叫做 feel feel feel是时心的 对 style 对吧 设置一下这个style 然后feel 就是时心的 对吧 对 然后 那时心的画笔就不用设置了 粗度就不用 因为时心里面看不见 全版了 你也看不见是吧 好 那么画多大呢 我们假如说画100 呃这个100 随便写的100是吧 然后呢 p pen就传进来了 这就画出一个矩形 是不是 哎 你画一个矩形 然后如果是你还想再画一个这个你看他这边画了一个倒计时是吧 画一个倒计时是吧 这是一个vale一直在在在倒在倒计是吧 嗯 那你就draw一个text 对吧 好 draw一个text 这边一个count count加加 是不是 嗯 所以这里面画的是这个位置 是吧 这是150 300 250 这个指的是什么呢 嗯 指的他的位置是吧 指的他的相对位置 那这个就在他的下边一点是吧 嗯 在下边一点 这是画那个字啊 写那个字 那我们呢 可以再 也可以在这定义一下啊 count 嗯 等于0是吧 嗯 OK 那我要画这个 这叫做什么 txt 是吧 嗯 做txt 他就叫我要画的这个 这个第一个字我要画的这个内容是什么 是吧 对 当前是第我们说多少秒是吗 多少 第几秒啊 加上这个count加加 count加加要扣扣起来 否则的话它不会先执行是吧 好 然后呢 你要画在哪个位置上 对应该是 刚才那个十十 十十 一百的话 那我就得画到一百五吧 才能在它的下边吧 起始位置了 这个还是十 先写个十 先写个十 然后一百五是吧 那一百五就OK了 后面太大 后面离得太远了 因为这个是矩形嘛 矩形你看十 它这个是一百的话 它就所要占一百一一嘛 它从上 它竖的下来占一百一嘛 对吧 那我们就持一百五的话 就在它的下边吧 是不是意思 OK P 好 我们就把这个字 是不是给写上去 然后我们需要去设置一下 这个画笔的字体的大小 30可以吧 设置一个30 那这就画上去了 那我们说一秒钟画一个嘛 那我就用这个休眠时间 是一秒可以吧 这是休眠的时间 那我们就把它定义成这个一秒 OK 那这就整个就这样就画 画完了是吧 好到这儿画完了以后呢 我就需要怎么样 需要进行释放 对吧 进行释放 这里面所以为什么要加一个踹呢 就是这个原因了 对吧 为什么加个踹 你要把这个踹 比如说我放在 这儿 把这个踹放到这个 上面去 这个位置 是吧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哪里去 放到它的外面来 把它踹到上面去 那这样的话呢 我能更好进行处理这个 final是吧 对 finally 好 finally完事以后呢 我就需要holder点 点什么呢 是不是要开始释放 是吧 释放 我们有一个方法 叫做 unlock convert and post 释放并且是这个提交 是吧 并且提交 那我这个锁画布这个呢 就要把这些代码 我们要放到哪边去啊 你这个画布就应该放到外面去 是吧 不然的话它这里面 没法得到这个converse 因为converse这边是局部的 是不是 好 converse OK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finally定义到 把converse定义到这儿 好 这边就传进来这个converse 这个就释放了 那就是这个画布就 就 最后画完了是吧 对 一直在画一直在画 这样一个 过程 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try的话呢 我们踹到哪去了 这里边就是什么 踹到这里面去 如果converse等于空 不等于空是吧 不等于空 是它就是开始解解锁是吧 最后就进行解锁了 那这个看一下啊 这是try try到catch 对不对 然后这个 我们的val在外面 val在外面 那最后就进行一个解锁 并且提交 提交这个变化 好 每次就是画完以后提交 画完以后提交 是吧 画完以后提交 这是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操作 这样一个操作 好 那我什么时候让它进行创建呢 创建的时候 我用来干什么事呢 创建的时候 我们看到 我们这边是 把这个holder 你看我们可能只要写这个创建 这个方法 可能最主要这个方法 启动这个线程 是吧 在这里来启动线程 然后这边呢 去结束这个线程 是吧 销毁的时候 我们去结束这个线程 这个屏幕销毁的时候 好 那主要是这个方法 那我们就需要 这个叫做 slide.is long 我们就先设为 处 然后呢 就开始启动线程了 是吧 启动线程了 另外一个slide 然后呢 把这个slide 放进来 是吧 对 放进来 然后呢 是不是要另一个 这个东西进来 我要另一个 这个东西进来 slide等于另一个 my slide 这是我们的这个 hold的传进来 是吧 hold传进来 OK 然后这个slide.is long 我们设成处 就表示这个 可以运行 是吧 可以运行 然后呢 把这个slide传进来 这边呢 是我们的这个 start 开始启动了 然后啊 完事了以后 这边slide.is long 不是这个方法 我们结束的时候 是吧 结束的时候呢 我们把slide的 is long 等于什么 false 它就停止了 是吧 它就表示 它可以停止了 这是一个slide的 一个这样一个写法 这样一个写法 就 数据就完成了 对吧 哎 我们就这个方法就写完了 直接另一个slide 这边就吃它 OK 就 suffice view的一个用法 这样一个用法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manac.to里面 同样要把它加上来去啊 side content 我们另一个 my 这个suffice 它最终还得传到这个 主线程里面了 是吧 但主线程里面 它是独立的一个 相当于在它上面 再放了一层 再加一个窗口 它绘制的时候 绘制自己的窗口 是吧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 如果是我们在布局文件上写的话 你可以作为这个主布局的 其中的某一部分 比如说放视频 竖起来放的时候 就是一部分 是吧 就是那个视频 只是在上面显示 下面是不显示的 对吧 下面是不显示的 OK 这就是这个 绘制我们的这个 用suffice view的方式 是用这种高速缓存的方式 来去绘制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效果 你看 就换上去了 是吧 当前是D 不停的刷新 不停的 一直在进行一个刷新 是不是 一直在进行刷新 D级 D级秒 是吗 对不对 它是D级秒 当然画上去了 是这样的 一个画法 是不是 用个线程 直接在这里面进行一个 一个绘制的一个操作 是吧 绘制的一个操作 我们需要每次画的时候 这个画布 好像我们有重复的情况出现 是吧 那我们就给它在 Draw Color 是吧 Draw Color 我先设计一下背景颜色 是吧 背景颜色设成什么 Black 不就完整了吗 刚才是有 刚才我们看到是有 这个重影的情况 看到没有 对 是吧 有重影 因为每次都没有把它清除掉 是吧 没有把它进行一个清 一个一个清除 D级 我这里好像还差点东西 是吧 哦 对 几秒 秒 少一个秒子 啊 当前是D级秒 OK 就加一个空格吧 好 我们再跑一下 就感觉可以写一个恶搞程序 将来就 发朋友手机上 对 你的手机多少多少秒爆炸了 哈哈 你的手机还有多少秒就爆炸了是吧 对 你看来那是没安好心是吧 呵呵呵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了 那当下是D级 这就选手了 这就比较正常了是吧 啊 因为我们每次重新刷新的时候 把它屏幕重新再换成黑色 但是你看到有在刷新吗 看不到 嗯 看不出来是吧 只看到它一直在走 对 这就是屏幕是很快的 是吧 频率是很快 你看这画游戏是这么这么画的 比如说我想让它动 那就用线程让它跑呗 改变坐标就完事呗 比如坐标外 Y加1那就往就往下走 是吧 X加1就往横走 是吧 你可以进行控制它 OK 这是Sophice View的一个 一个基本的一个用法 一个用法 好 我们这是一个用法呢 只是我们把API的用法 给大家解释了一下 是吧 解释了一下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一个这个实例 就是用Sophice View 怎么来实现视频的一个播放 视频播放啊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 Sophice View里面怎么实现这个视频的播放呢 这个可能在我们实际应用当中还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 很常用了 对吧 非常常用的 那我们假如说我们再新建一个好吧 新建一个Activity 新建Activity 我们叫做 嗯 叫什么呢 叫做视频 视频的是吧 对 叫 是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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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V-I-D-E-O V-I-D-E-O 对吧 Video Activity 好 然后我们用这个 来创建啊 好 那么创建好这个以后呢 我们看一下 怎么进行这个按照我们刚才画的那个那个那个界面是吧 来去使用它 现在呢 我就这个Sophice View只在我这个屏幕上只占一点点是吧 嗯 而不是所有的 对吧 对 而不是所有的 那我们把这个类型建好 好吧 下一节我们再给大家来一起实现 对 先看这个视频是什么样的 是吧 下节 OK 嗯